近年来,游凶琉璃蚁造成南投县居民的困扰 美国中学生在无意间发现死亡的琉璃蚁身上会产生菌丝 在老师的协助下,学生开始进行科学观测与实验 发现重生真菌对于蚁群产生意志的作用 师生以这项研究结果参加全国中小学科展 荣获评审的肯定,获得第一名的佳击 以厨房常见的烘碗机作为无菌操作台 以卖场兑换的压力锅当作是高等实验室的主培养机 北美国中师生成功以重生真菌对有胸流利蚁的影响 获得全国中小学科展第一名的佳击 学校的设备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就用了我们的高压蒸汽锅当作实验室的主培养机的器材 那另外我们也特别去想办法生出了一个烘碗机 当作十几万的无菌操作台 那目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在做实验的过程当中 不用考虑到仪器设备 近年来南投县油胸流利蚁数量增多 造成居民的困扰 北美国中学生以驱移为发想 对油胸流利蚁的生长习性进行观测与记录 这个油胸流利蚁对我们果新墙造成很大的危害 他们会去咬破电线 然后害农作物的生长有困扰 然后会造成人民的危害 影响学生上课 以及那个老师办公也会有影响 他们会爬进教室里面和办公室 然后去爬到人家身上 然后造成困扰 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要进行这个研究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学生发现死亡的油胸流利蚁身上会产生真菌 于是学生就以真菌为出发点 运用半年的时间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就我们先到附近去野外观察 然后我们就每一个草虫都看一看 它死掉以后有长真菌的情形 然后我们就想这种真菌会不会去杀死它 所以我们就进一步的存化了以后 然后去做以下的实验 因为一般的农药都是对人体 对环境都有危害 我们想要找出天然的方式 然后又可以杀死蚂蚁 在三位学生通力合作研究下 收集真菌包子存化之后 制成清水包子液并对琉璃蚁喷洒 研究发现真菌琉璃蚁回到蚁巢之后 会感染其他健康的琉璃蚁 十天之后致死率会高达80% 我们这种虫生真菌可以让蚂蚁交叉感染 而且可以达到降蚁蚁的效果 所以之后我们得到全国第一名 我们很开心 北美国中历年来在科展上都获得不错的佳击 除了校内师长的用心 也要感谢彰化师范大学林中益教授的团队 每年定期到校办理科学体验 启发学生对于科学研究的热忱与兴趣 感谢我们两位指导老师 我们毕会主任还有我们嘉玲老师 大概牺牲了午休的时间 还有一些早自习的时间 甚至假日的时间 他们在努力来做探究 那他们的努力其实背后也有 我们家长会很全力的支持 我们校立中会长很全力的支持 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那这些的也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团队 就是张师大的退休教授林中益林教授 他愿意持续七年来 每年的11月左右 他会找一个礼拜六 带着一群教授们来给我们做 对学生来做一个问题探究的一个科学营队 所以我们就带着孩子去请益 去误问他们有哪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 那其实教授们都很热心 也会告诉孩子说 哪一些网站上可以搜寻一些资料 那透过孩子自己的努力之后 我们就努力的搜寻到这些相关资料 那最后就获得这样子的成果 在师长的解惑下 学生们搜集文献资料 透过自制的以朝管路做实验 经过持续不断的研究与实证 终于获得全国中小学科展 生活与环保应用科学 民生与环保第一名 学校也将持续研究议题 为近年来的疫群危害 找到防治的方法 记者张东仁 国信乡采访报道